这个做网站好像变成一个基本功夫了 所以变成说我们这个课程就没有讲做网站的 而是直接讲那个做APP 但是我会怕说有些同学可能跳太远了 然后对于做网站还不太熟就做APP 好像会不会中间有一个地方好像跨过去 不过暂时我想倒也还好啦 反正你就先学APP 那以后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那就请自行再去了解怎么样做网站 那做法上基本的流程都差不多 只是说你将来再开新档案 我们刚刚开新档案的时候是用那个什么 用HTML5 如果说你是用做网站你就不用选了 反正你就按建立就可以了 只是多这个步骤而已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呢你就要在你的右下角 能够看到一个网站名称叫102APP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网站 网站底下有一个网页就一个网页就好了 那个网页就是首页 就index.htm 记得啊名称不要打错了 ok好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到那个尊重的环境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一请你把这个 假设你没有开启那个index就把index打开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是空的 不过未来我们在设计APP的时候呢 很需要看到它里面的程式码 所以呢他这边的切换是这样 程式码 但是呢我又希望看到它程式码里面显示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分割 ok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未来慢慢习惯 请你用开启index之后的分割模式 那它的左边 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程式 右边呢就是未来设计模式 就是看到的样子 目前都没有东西啦 不过呢你会发现程式码里面会有一些东西啦 当然它会规范一些 它的开头 html头跟尾 你会发现头跟尾是一对的 然后一个head 头到头 那个title 头到这边 那body在这里 那我们将来呢 要做一些东西的 就是加一些程式的地方 记得 是在body跟body中间 有沒有body的头 body的尾 那我需要 假设我要加入的是 一个手机进来 然后看到主画面 主画面点进去 有一二三 有三个按钮的话 那就是从body里面这边设计 所以第一个哦 待会请各位 设定画面一一把它改成分割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 第二个设定画面 请你在那个 右上角这边有个设计师 对 请你把这个设计师的 这个状态 请你把它改成传统的 那为什么改传统呢 因为如果你改传统的话 我觉得有个好处 上面的工具列会自动产生 你就不用在里面找一些功能了 所以传统的这个功能 会比设计师的这种模式 将来你在操作会简单许多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 大概两个地方可能要修改的 一把它开启index变分割 二改成传统 这两个地方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要开始设计 设计什么 设计那个我的app的话 那我刚刚讲过 我需要总共会有四个页面 所以将来要插入页面 顺便讲一下 你们可以看一下云端上面 我一样会把 我刚刚做的动作 有一些重点 帮各位拍照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刚刚做的 一二三 存成index 然后里面大概的画面示意 刚刚的分割跟传统 这边稍微改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建立四个页面 为什么四个页面 其实就是一个主页 然后另外page一二三 而且这四个要互相可以连结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是先怎么 一样再回到刚刚的 JuneInver里面 把它设定好 设定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 请各位在 这个地方上面 我们把它切 记得一定要切传统 传统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会有一个页面 叫做这什么 JQuery Mobile Mobile这个 JQuery Mobile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 我们主要是利用 这个JQuery Mobile 这个技术 帮我们转换成App 所以主要 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 那这个JuneInver很贴心 是什么 它直接呢 就帮我把这个功能加在这边 那以前要 像如果你查这个关键字 以前是什么 你要自己写程式 直接在这边写 那利用JQuery Mobile 这个图形化界面主要好处是什么 你不用写任何程式 但是你只要怎么样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 操作这些图形化的界面 不用写程 它会自己出现 一请各位注意 因为我们要四个页面 所以一请你找到JQuery Mobile 然后点选什么 插入JQuery Mobile的页面 那页面我们有四个 怎么插这边注意 一请你游标 放在这边好了 那你放这边也OK 我们放这边 然后二的话按下它一下 那你会发现 当你按第一次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引用 因为主要我们 网站为什么可以变APP 其实就是透过它 它是一个外挂 所以你第一次插入的时候 它会要你说 那你这些外挂要放在哪里 那当然你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我们把它放在什么 直接放在我们区域 区域指的是我这边里面 按确定 然后它会再来就问你说 那你这个页面的名称 要叫什么 我第一页我要叫HOME 所以我这边直接打HOME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按确定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给一个ID 名称叫HOME 那他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HOME的页面 有没有页首啊 基本上 我们这个页面 未来的长的样子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完成的样子 基本上呢 它长的就是 有上面 但是没有下面 所以有页首 但是没有页尾 页尾我不需要 所以你就直接把页首打勾 页尾不打勾 大概这样子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堆东西 不过你不用太紧张 因为这个地方 主要是加这一块 这一块什么 这一块就是你刚刚插入这些 这一块 暂时你不用理会它 反正它自己会帮你加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帮你加了这一块 这一块是页面 就是这一块 好 那底下还要再加 另外三个页面 就page123 那怎么加 特别注意哦 我加了第一个之后 请特别注意哦 请你游标 一定要放在这个下方 如果没有办法点下方 它会跑到这边来 你按enter 请 不不 Ctrl-Z 复原一下 请记得一定要放在 这一个框框的外面 一定要放在这个外面 有没有 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 刚刚如果你放错地方 放这边enter 它还在里面 对不对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之前很多同学 错都错这里 放在外面 有时候移不太过来 你可以 让它再移过去 enter一下就对了 那再来的话呢 插入 第二个 page1 一样的动作 按确定 ok 第二个页面 第三个页面 一样哦 把游标移到 这个框框以外 这个很重要哦 之前有同学 没有把它移到外面 就直接在里面插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因为 有点像这样的 再插入一个页面 page2好了 类似像这样的 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可是实际上 将来在 在连结上面 或者在 你要再 跳到这个页面 就跳不过 为什么 因为它跑到人家家里去 这个页面 跑到人家家里 以后连不到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 点到这个外面 然后插入 第二个页面 所以page2 然后再来什么 page3 一定要在这个外面 插入页面 page3 所以请各位 试着 做 123 中间空多一点 没有关系 不影响 然后最后 可以把它储存一下 save 储存 ok 然后它出现这个 把它按确定就可以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会自动帮你出现一个 叫 jq mobile的资料夹 那其实就是 它的相关外挂都在这里 不过你不用理会它 反正它会自己出现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步 先把那个 index先打开 然后改为分割 第二个的话 右上角有一个 设计师 改为传统 第三个就是说 直接切到那个传统的 上面有一个叫 jq mobile的一个页面 然后使用那个插入页面的方式 增加四个页面 四个页面插入的地方 特别特别注意 你插入第一个之后 一定要在它的外面 再插入第二个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前很多同学呢 都把页面跟页面 放在人家里面 最后怎么样 就连接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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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